大概有几个比较重要的重点 就是那个if的逻辑判断 那这个逻辑判断里面呢 当然比较常用的是 可能是多重的逻辑判断 那我们有一个练习题 BMI的练习题 那非常重要 if逻辑判断以后呢 在很多的这个程式里面 一定都会出现 一定都会用到 所以如果你不熟练的话 那大家很容易就出现问题 这第一个 第二的话呢 里面当然我们最后用到一个mass mass类别里面 它有用到 引用那个pi的这个属性 那这个属性里面的话 当然可以去计算圆的面积 当然如果你要一个pi 那当然你不是把那个3.14 后面一串把它背下来 当然你可以直接引用那个mass 这个类别 它就可以有这个pi的值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又教了一个叫random random这个类别 实际上它可以让我们 产生这个乱数用的 所以未来如果 我们可能需要乱数 产生一个结果的话 那你可以用random来做 那我有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可以用这个来产生什么大乐透的那个模拟练习题 模拟的那个这个这个 比如说有七个号码 那你可以一到四十九号 从一到四十九号里面的动态挑出七个 并且把它print出来 那这个其实上个礼拜教的应该就足够实用了 所以这个部分的话我想你们回去一定要再做复习 那如果有一些细节部分呢不太清楚的话可以参考 我原来上面的那个论坛的里面上个礼拜录影都在这里 所以如果回去的话有哪些部分不太熟的回去可以再看过 那另外像那个format 比如说格式化到小数点第一位啊第二位等等的 那我有三种方法 那这三种方法的话以后也都会用到 所以如果说你这部分不熟 以后处处都是问题 那如果你要写程式就这样啊 你要把很多的规则啊 通通都 也不一定背起来啦 但至少啊你将来需要的时候 你一定要找得到 比如说格式化三种方法 那你可以在哪边找呢 那你建议啊 你可以自己寄到你自己的笔记里面 或者另外一个方法 五云端白板上面也有上礼拜的东西 像基本语法 上个礼拜第二次上课的都在这里 比如说像什么变数的形别啊等等那一堆 答案都在这里啊 另外包含就是说最后逻辑判断 一重两重多重 BMI的那个计算体啊 练习体这边有 还有好几题练习体啊 这边啊 回去的话 当然可以再把它练习过啦 因为还有我们用到lis 这个lis的形别非常重要 因为以后啊 如果你要放很多大量的资料 比如从data base来的资料 你要暂存啊 那怎么办 你用放到data base里面 它比较像有点像阵列嘛 OK 然后如果你要加资料的话呢 你可以用一个方法叫append 有没有 你就放一个 A是什么 比如说第一个人的成绩 第二个人成绩 第三个人成绩 那当然你可能在python里面输入完之后 最后你要把它存在data base里面 那你最后呢 再一次把三个资料 丢到资料库里面储存就OK了 但是你需要一个地方暂存 OK 这部分的话呢 当然 都还蛮重要的 那其他这个像计算员面积 另外还有像修改那个格式 保留到小数点的第二位 小数点的第二位 特别是有三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我想应该比较常用 用run的函数啦 run的话最简单 因为如果你用 其实跟你sale里面一样 如果你用sale 大家知道run的后面呢 给它值 逗点后面就小数点第几位 OK 那当然它会真正的帮你四舍五路 可是底下这两种 底下还有两种方法二 跟证一下 应该第一种是用formator 格式化 第二种也是格式化 第三种才是用run的啦 当然这个地方的话有三种方法 那你说哪一种方法比较OK呢 其实我觉得就是情况啦 像我自己习惯用run的 可是如果你只是要格式化的话 上面两种就是做资料的formator 有点像 这道理跟你sale还蛮像 ysale你按右键出现格式 其实有没有 它格式化 虽然有看到表面上格式化 但实际上储存到 ysale里面的值 它并没有改变 除非你是用run的函数 它才会改变 真的四舍五路 这个概念大家有 OK那是上礼拜的重点 都在云端白板上面 还有YouTube上面 所以其实你上礼拜 如果没跟上的话 务必一定要回去 多多演练 因为像这种课程 其实非常的花时间 你随便上礼拜的东西 你坐下来从头做过一遍 至少一定都三个小时起跳 而且你还会卡住 你如果最怕是没有问题 有问题是正常的 有问题表示你回去有练习 如果没有问题 它表示回去 为什么 因为都没有做 一定都不会有问题 所以这东西的话 回去一定要多多练持 今天的话呢 接下来又要再往前迈进一步 有点像爬山 因为越爬越高 今天的话呢 我们要来看 等于是云端白板里面的第三个单元 这个非常重要 回圈的资料 这个结构与自定函数 那回圈的话 其实基本上简单讲起来 就是你重复做什么事情 那你重复做几次 你给它一个range 它就会从哪一个到哪一个 最常用到像4回圈 4回圈用到的机会 可能比较高一些些 另外还有像坏回圈 那坏回圈的话 跟4回圈最大的差别 4回圈你可以给它一个range 比如说1帮我加到100 或者1加到99 请你告诉我总和是多少 你可以给它一个range 1到99 OK 那while的话 是一个条件 后面加一个条件 不用加range 你跟它讲说 你一直帮我加 一直帮我加 直到什么呢 某一个值 可能是小于100 就停掉了 OK 所以while后面的话 你可以给它一个条件 两者之间差别在这里 不过习惯上用 我自己习惯 用4回圈的机会 好像比较大 因为结构感觉比较简单 为什么待会呢 我们就要来看 所以请各位呢 第一个一样 先开启什么 开启我们的 Eclipse 所以今天的话呢 就直接开启我们的环境 所以第一 第一次上课 就是把Eclipse弄好了 所以第二堂课 只是把它打开来使用了 那之后的话呢 我们环境就ready了 你就不要再 就去考虑那个环境 因为环境问题很简单 因为已经都解决了嘛 就是把Eclipse装好了 再来的话呢 今天我们要练习FOR回圈 那我刚刚讲过 第一个FOR回圈里面的话 如果我今天需要 很简单 底下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个画面里面 我如果希望print出去 怎么 他可以帮我print1到10 直接print出去的话 这个地方的话 其实它是蛮简单一个练习 如果像那个 之前写法是print1 print2 print3 一行一行总共要10行 应该可以提起来 print1 print1 print2 一直print10行可以 但问题是 你如果像这种重复性的事情 你如果一行一行 用循序的一直写 太浪费时间 那如果说你希望能够写两行成次 就print10个结果的话 那这个时候的话 第一个请各位看一下上面 FOR的学法 一定是小写的 后面FOR I 印什么呢 后面一个什么呢 一个list 这个list我们讲过 就上个礼拜我们才讲过的list 中瓜糊 意思就是说呢 I这个词来源就是从range 它会从第一个帮你抓过来 先抓E 帮你放在I里面 有没有 然后print出去之后的话 就print1 OK 但是特别注意 这个print 后面其实它有帮我们多做一件事情 多帮我们输出一个什么呢 反斜线N 只是它没跟你讲而已 所以后面有多一个什么换行 有没有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 如果你print出去之后的话 你会发现 它这边后面会多一个换行 有没有 然后呢 再来它会抓第二 2print print3 print4 print 一直print到10 所以如果说我今天呢 假如说我要再多print的话呢 其实只要在这个list 后面再去串就可以了 够点11 够点12 哎 我有问题来了 假设我今天要print到99的话 那你不是一直点 对 那这样就不OK 对不对 所以另外一种写法 你可以用什么呢 用range range的那个一个方法 可以带我们带出我需要的 所以你第二个写法 假如说你这个list 你要产生一个list的话 你在这边可以什么 输入一个叫range 这个好像之前有讲过 你可以打一个range 这个range 跟VBA里面那个range 刚好拼法是一样的 可是在VBA range当物件 可是这里的话呢 它当一个方法 那里面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 上里面之前有讲过 我要的是从1 第一个数字 第一个参数是1 指的是从哪一个数字开始 够点呢 比如说我到11的话 多一点 比如说我到20 好了 那请问一下 它print出去会到多少停下来 对它停是停在20 可是20它不会print的 它就到20停止了 所以输出的话 它会输出到前面一个数字 OK 所以这个range有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它1是没有错 1开始 可是如果你逗点后面那个数字的话呢 是结束值 但是不会去执行 OK 那另外当然你还可以逗点 因为我们预设值是中间间隔等差1 可是如果你今天要等差是偶数或基数的话 比如说我基数的话 你这边可以逗点2 它当然后面输出的话 就会是建国2 不过我们先输出好了 假设我今天输出一个结果 那各位可以看到这个4的结果呢 它会输出到19 所以你如果逗点2的话呢 你会发现到 这个地方也多一个阶层 它会帮你等差13579 一直到19为止 OK 那首先当然第一个了解 4回圈 里面可以配合range OK 第二个的话呢 请各位试做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帮我把1加到99 比如1加2加3加4 一直加到99 那我要怎么样利用4回圈 帮我完成这一件事 当然不是叫你说printer 然后1加2加3这样 那这样你要加很久 可是如果你写一个回圈之后 它就全部帮你加完了 那我希望加完之后 帮我print的结果出来 不过这里的话 可能会需要一个变数是暂存 那个几类加的结果 那累加的话呢 也许可以增加一个sum的函数 比如说我希望把这边加一个什么呢 1加到99的话 那我可以在上面先产生一个什么呢 一个sum预设值等于0 sum这个变数预设值等于0 然后呢我可以在这边做什么呢 1帮我加到99 所以1加到99的话 你后面的话就是1到100 1到99停 到100停了 资金到99为止 那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可以把它sum等于什么呢 特别注意哦 这边的话呢 sum等于sum加上什么呢 加上i的值 OK 那不过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写这样哦 另外一种更简略的写法 加等于 如果你学过Java的话 应该都知道 那最后特别注意哦 你把它print的时候哦 print的时候特别注意哦 你写在这里哦 它是一做一 执行怎么呢 执行这个动作之后 就print一个 做一个就print一个 那如果说你希望最后一次 全部 全部再把它print出去 那你特别注意哦 记得收牌要写在前面哦 说牌写在 这个地方哦 是指的是在回圈里面哦 如果你把它back回去的话 是在回圈的外面 等于是说回圈跑完之后 再一次print出去 OK 请那请各位试一下哦 大概原理原则应该知道 请各位试一下 把那个1加到99哦 的总和输出 OK 那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来 切一下哦 请各位建一个 也许是4 4的练习吧 然后这个地方呢 也许可以先练习一下 for i in 特别是要加一个in 因为vba是for i 等于哪一个to 那不过python是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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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range 所以其实它的叙述方法 稍有不同 不过原理原则 其实它做的事也是一样的 所以这部分的话 那请各位呢 如果知道这个for回圈的 使用的原则 再试一下哦 如果我今天希望呢 帮我累加 什么呢 1加到99 并且把结果帮我print出来 诶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诶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诶 这个地方该怎么做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